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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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n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的背景好像曾相識呢 我去年就來過這個售樓署介紹Alena這個項目 我這次就不是介紹Alena 因為Alena就差不多買完了 買剩9個單位 而我這次要介紹的項目 就叫做Komo KOMO 發展商Strength 就見到Alena的反應這麼好 而且大家對Berkulam這一頭的樓花 也有很大的需求 她就誠勝追擊 立即推出Komo這個項目 Komo暫時不是全面對外公開發售 首輪的營購 就是要透過發展商的VIP經紀去購買 而我很榮幸是其中之一 還有我的客人也有一個獨家優惠 就是轉讓費只需要500元 現在Komo已經開始了預覽 最快下星期就可以簽約 所以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就盡快找我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這個項目的資料 Komo 的地址是618 Tindor Street 位置大概在Tindor和Komo的東北角 這座樓是位於內街中 相對來說比較安靜 在Komo 的東面就是Alena 由Komo 走路5分鐘就可以去到Berkulam Sky Train 站 Berkulam Plaza 以及全新的YMCA社區中心 駕車6分鐘就可以去到SFU 7分鐘可以去到Lowheat Town Center 15分鐘可以去到Brandwood Mall 20分鐘可以去到Metro Town 30分鐘可以去到溫哥華市中心 Komo 是一座樓高29層的碩士公寓 在Komo 的東邊 將會有一座6層高的木結構出租公寓 兩座樓都會有自己的獨立設施和停車場 但會共用停車場的入口 Komo 最底層有幾間Town House 暫時我沒有Town House的資料 Komo 的入口面向Tindor街 整座樓一共有14000呎的室內外設施 大堂有包裹廚藏室 戶外休閒區 三樓有室內健身中心 瑜伽室 工作室 會議室 室外的小朋友Play Area 高爾夫球練習區 頂樓29樓有Sky Spa會所 裡面有水療中心 分別有室外的冷熱水池 蒸氣浴 桑拿 宴客室 室外的BBQ等等 停車場還有單車維修室和洗車區域 我們現在來看看示範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是Alina的示範單位 但Komo 無論用料和間隔都跟Alina很相似 這個示範單位不是一個正式的Floor Plan 它跟D2兩房加書房的Floor Plan很相似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 門口這裡有個洗衣缸衣機位 所有單位都會配置Samsung的前置式洗衣缸衣機 在洗衣缸衣機旁邊有個很大的衣櫃 現在看到的掛衣架是收樓標準 再進來這邊就有個書房 書房的尺寸也不算小 現在看到的這些Build-in櫃是裝飾 收樓的時候就沒有這些櫃 過來這邊就是其中一間睡房 現在就擺放了Queen Size的床和兩邊床頭櫃 所有的窗也都配置了這個卷簾 我們繼續看 在睡房的斜對面就是其中一個洗手間 鏡這邊就有些架可以放東西 旁邊也有兩個櫃 洗手盤就是用了石櫻的桌面和石櫻檔 洗手盤下面也有兩個櫃桶 這個星盤就是採用圓浮式的設計 所以底下也有些燈 這個洗手間就是跟浴缸的 有一個Ring Shower Head 和可以拿下來的手持花灑頭 而且浴缸的周圍也是鋪了磚 這個磚是鋪到上頂的 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L型廚房 配有一個很大的Island 這個Pantry不是每一個Floor Plan都有的 大家就要看回Floor Plan 現在看到的電器 全部都是兩房或以上的收樓標準 包括有Bosch的洗碗機 兩個星盤 星盤下面也有一個內置的 垃圾桶和recycling Panasonic微波爐 30吋的Bosch五個頭煮食爐 還有焗爐 還有抽油煙機 廚房採用石櫻桌面和瓷磚擋板 廚櫃也有內置的LED燈 這邊還有兩個架 可以放一些Coffee Machine 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櫃 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裡有一個可以拉出來的Magic Corner 旁邊有一些內置的櫃桶 這些櫃桶的邊都是金屬物料 做得挺漂亮 整個廚房也有很多儲物的空間 上面也是一些櫃 這邊還有一個30吋的雪櫃 至於一房的話 電器就會是24吋的 Illand這裡有一個USB的電插頭 還有這邊還有位置可以放三張巴椅 再進來就是一個很分明的客廳和飯廳 客廳可以夠位置放到一張L型的梳化 這邊的牆也可以掛到電視 所有的單位也是有中央的冷暖器 就是採用VLF的冷暖器系統 一般來說 VLF是比較給Heat Pump安靜 以及高效率一點的 客廳這裡就可以出露台 這個露台真的很大 是一個Wrap Around的露台 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放到BBQ爐 梳化和一些室外用的餐桌 我們繼續進去看 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放到Queen Size的床 和兩個小的床頭櫃 主人房裡面這些衣櫃的層架 就是一個upgrade option 如果大家不要這些架 收樓標準將會像剛才的入門口衣櫃那些架 再進來就是主人房的套廁 其實它的一些用料和規格 都跟剛才的廁所一樣 都是鏡邊這裡有架 旁邊有兩個櫃 升盤下面也是兩個櫃桶 這個套廁就是跟一個臨浴 臨浴這裡也有手持的花灑圖 和一個Ring shower head 補充一下 單位就會有九尺樓底 全屋是鋪木地板 顏色有兩種選擇 分別是Sunrise和Sunset 剛才的示範單位就是Sunset系列 屬於比較深色 而Sunrise就是比較淺色 這個就是4-27樓的分布圖 每層有三部電梯 10個單位 一房有兩個不同的Layout A1就是最小的一房 室內面積有429尺 A2有451尺 兩個單位都是向東 一房的價錢由50萬宗起 一房加書房有三個不同的間隔 B1和B2是向西的 分別是500和534尺 B3是向南的 室內面積有530尺 一房加書房的價錢由50萬宗起 兩房也有兩個不同的選擇 C1是其中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位於東南角 室內面積是734尺 C2是向北的 室內面積有735尺 兩房的價錢由70萬宗起 兩房加書房位於東北角和西北角 D1面積是769尺 D2面積是887尺 兩房加書房價錢由80萬宗起 三房位於西南角 面積有921尺 價錢由90萬宗起 所有單位都會送一個EV車位 兩房或以上的單位就會送Locker 一房和一房加書房的單位如果想買Locker 就需要3000元 現在發展商還有一個限時優惠 一房和一房加書房就減2500元 兩房和兩房加書房就減5000元 三房就減15000元 而我的客人還有一個額外優惠 就是轉讓費只需要500元 收納時間大概在2027年的春天至夏天 管理費就是6毫4-1呎 一房和一房加書房的訂金是20% 兩房或以上的訂金是15% Komo的資料就為大家介紹完了 剛才片頭都提過 Komo已經開始了預覽 最快下個星期就可以簽約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快點找我 我也希望可以幫大家用最優惠的價錢 最短的時間鎖定心儀的單位 我們今次就先看著這麼多 下次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